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震仓之後,可望回穩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反彈322點 收報25133 成交和昨天一樣,竟然是1,181億 連續兩天都是這個數目 很奇怪 昨天跌了300多點 今天升分300多點 當然差一點 即是上不了昨天所有的跌幅 昨天跌了387點 今天升分322點 差了65點 還差一點才修復完全的失地 但是昨天跌下去,今天又彈了這麼多 似乎是一個震仓 為什麼呢? 不只是看港股說是震仓 其實你看到外圍 特別是昨天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台灣和南韓股市 兩地的股市昨天都跌超過3% 拖累中港股市都要賠跌 今天台灣和南韓都做得更好 所以港股市差不多完全修復山失地 內地股市都做得更好 整體的情況就比較回復穩定 最重要的是 美國那邊納子昨晚破腳穿頭 又創歷史新高 整體來看似乎是沒有太大利淡的消息 但是又沒有說真的好利好 對美股來說,他們一直不斷升 這個大家都明白 但是港股來說,一向都是弱一點 現在只能夠別人創新高 我們回穩 希望下一步我們可以跟著做得更好 這個當然還要內地股市配合 長話短說 我們現在逐個市場看看 先看今天港股恆生指數表現 恆子繼續守著一條上升軌之上 這個3月5月踏上來 這條上升軌很重要 現在上去收復大部分昨天的失地 美中不足當然 如果你嚴格來說 就差剛才說的六十幾點 希望下個禮拜就做好一點 下個禮拜就已經是8月最後一個禮拜 下個禮拜五期止結算 所以這一個禮拜就比較有機會 如果好友真的要發動攻勢 就要在這個禮拜發動攻勢 因為這個禮拜 老友已經主動進攻了一次 但似乎無攻而歓 攻不下 即是沒有跌穿上升軌 那 舔友攻完之後 好友今天 不是很有力的反攻 不過都起碼反攻一點 如果真是好友真的想攻 下個禮拜是初段 都要攻上去 不一定是星期一 可以是二三都行 看看會不會這樣做 剛才提到,台灣和韓國股市昨天很慘 台股昨天跌3.2%,今日升近2% 昨天低位12144,成為短線支持位 大郡內的腳就是短線支持位 今天是一個身懷六甲的表現 一枝大陰竹,竹身裏有一枝小羊竹 今日的形態不重要 昨天的竹身包著身懷六甲 即是一個代變形態,即是一個回穩 因為急跌完,手上回穩 可能在這裏整顧一下 能否重新上升呢 我覺得都有機會因為美股做得好 美股是哪些股做得好 是科技股帶動的 等人再看納斯特克指數的時候再跟大家說 當美股好的時候 台灣其實最重要的那隻股 現在台灣最重要的那隻股叫台積電 台積電一股就頂了整個市 好像以前Nokki 芬蘭的股市都頂了 現在台積電頂著 有納斯頂著的話 有機會台灣股市都會回穩 甚至再上去破頂也不期 韓國股市連跌多日 這個就慘一點 你看得到陰竹都多一點 為什麼疫情又爆起呢 但是昨天低位2270 都是一個短線的重要支持位 今天又是新懷綠甲了 之前有一次都做了新懷綠甲 這一天是8月19日之後再下跌 所以這個你都是要看著短線2270 我就覺得未必會兩次都再穿下去 因為你台灣那邊都做了一個新懷綠甲 跨市場來看那邊回穩了 所以有機會短線支持2270 萬一真的跌穿270的話 就要退守去到6月15日這個低位 這個低位是2030 即是2,000區再跌到10% 當然不是直落的 除非是疫情 或者其他那些 還有很多新的磁碳收入市 否則的話暫時來看 可能守得住這個位置 韓國股市對我們影響不是那麼大的 不會經常都影響到 好像昨天影響那麼大 暫時來看 這個大家可以觀望作為一個參考 不需要每次看到韓國股市那麼重要 你將韓國和台灣作為參考 OK了 反而我們最重要的 始終都是內地股市和美股 先看內地股市 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回了兩天之後 受外微微影響也好 什麼都好 今天就稍微回穩一點 升0.5% 它都在高位的 高位那裏 始終都是高位那裏珍持 即是沒有轉淡 稍微轉弱 不是正式轉弱 因為這條上升軌都沒有跌穿 所以我覺得都是高位珍持 沒有太大的變化 牛皮炎可能消化完之後 再定去向 主觀願望當然是希望破頂上去 但是現在來看 可能還要一些時間 要消化一下 因為其實今個禮拜 都放了很多MLF的水出來 禮拜初的時候7000億 昨天為止 剩下投放的本周 都4100億 逆回購都不停地做了 連續做了10天 一路不停放水的話 你見到其實它在高位那裏 所以放著在那裏 後市怎樣呢 就 depends on 究竟會不會再放下出來 但是那些大水萬灌那些不會的 所以就降準和降息的機會 減少了 但是不是代表不放水 是合理地放 就是怎樣呢 通過MLF 通過MLF放出來 通過這個逆回購操作 就是短期又放出來 去刺激著那個經濟 好 那內地股市其實都算OK 站在高位 我們最美的市場 現在當然是美股 美股當中又以這個納子 或者半導體指數 那個走勢都很強勁的 我們看納子 納子昨天是破腳磚頭的 又創了新高 收報1.264 升1% Telstar 最著名是昨天晚上升穿2,000 這隻電動車股 升穿2,000 就升了6.6% 收報2001.83美元 真是強勁 首次突破2,000美元 Telstar 除了Telstar之外 Telstar這些股 很高空 巴菲特喜歡的蘋果 昨天晚上都創新高 蘋果30多倍PE 不算特別貴 在美股市場來說 不算貴 30多倍PE 昨天晚上收了473 都是歷史新高 表現不錯 市值全球最大 這隻股都是創到上去 所以美股整體的形勢似乎 都仍是向好的 所以整體來看 市場 我覺得可能亞太區沒有這麼理想 因為剛才說過 韓國、台灣 有些回了 看看是否可以回穩 然後再上去 香港一向都比較弱 大家知道中美爭爭 香港做磨心 這些問題 大家明白的 但是在這個弱之餘 整體來看 你看到其實 再說一次 納指這個新高 美股上證指數 其實都是近半年 這些高位上高的 看不到香港特別有一個很利淡的 除了剛才說的政治因素之外 所以整體來看 現在回穩之後 希望在這個8月底 做高一點 上回去 本來預計8月底 希望去衝上二六幾 誰知道被人一個突襲 上不到二六的話 起碼希望上回去高一點 例如255 再試一下8月17日的高位 這個高位就是255.88 如果能夠升穿這個 就可能轉了形態 變成一個頭堅底 但是現在 未升穿之前 就無謂多說著 就是留一筆這樣跟大家說 好了 過股方面 今天市場的焦點 本地市場焦點 就是這個豪島股 豪島股做得很好 奧博升成7.3% 河山過世之後 其實奧博的表現都強硬 一直都做得比較好 你看到它 其實這陣子 就算港股又回了一些 它都在9個多 你不要說大幅低下跌下來 因為澳門有機會 不是有機會 已經開了同內地 就是那個業務有機會 就好 博彩收益有機會多 升7% 就是表現不錯 之前早幾天 8月11日那個高位 10.058元 這個位 現在都相差不遠了 10.46元 有機會 破到上去 因為今天成交都在 第二隻豪島股 就是金沙 金沙 就是恆子成份股 今天升6.5% 收補34.2元 早前的高位 沒有升穿6月高位 6月高位 34.85元 暫時成為短期目標 差很少 差6.5元 和34.2元 只差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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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升穿 升穿了之後 有一個橫行頂 升穿了這裏之後 就好世界了 因為整個橫行頂升穿了之後 再次回覆上去 40元 都有 但是那些後華 你看著是不是升穿 34.8元 企穩其上的話 就繼續看高一線 其實另外一隻 橫行成份股 銀魚 今天都變形不錯 銀魚都升成6.2% 和金沙的升幅都很接近 其餘 譬如永利升4.7% 也不錯 新豪國際 美高煤 各升3.3% 到2.9% 就是今天整個豪島板塊 都做得好的 另外第二樣 科網股今天 阿里巴巴業績之後 稍微有少許偏遠 因為市場又擔心 美國也是這樣 特朗普又說搞阿里巴巴 所以偏遠一點 但不是大跌那些 騰訊做好一點 這幾天 騰訊今天 昨天其實都逆市升 今天就升2% 1.9% 即是2% 收報518元 似乎都是回穩一點 最漂亮的兩隻 大型科網股就是 美團和京東 美團 有圖 美團我們看 就升4.5% 創歷史新高 收報245.2 今天最高見過247.4 再高一點點 歷史高位 第二季表現超於預期 收入升8.9% 去到247.2億元人民幣 淨利潤就上升1.5倍 去到22億 即是這個 如果你計算 即是 non-gap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一般科網股用non-gap 去看 經調整的日利 就是25億元 按年就跌了5% 大家知道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 有些疫情 有些什麼影響 其實整體市場 都應該覺得它 都是收貨的 其中餐飲外賣收入 就升了13.2% 倒店和酒店旅遊 就跌了13.4% 這裏就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導店、酒店、旅遊相關的收益 就下跌了 所以經調整的日利 就是按年就跌了5% 但是你整體來看 都收貨的 因為市場預期 其實疫情期間很差 其實跌得不算多 新業務和其他收入 就升22% 去到56億 軍教手櫃是好一點的 所以今天它又衝了上去 又看看市場 怎麼解讀業績表現 整體來看 這些都是一直都反覆向好的 整個8月來看 你看8月3日 我們來看7月29 所以7月31日 這一天它是收191.9 現在去到240多元 升了25%上來 就是不夠一個月 是升得急的 所以你說業績好 會不會有獲利回套呢 反而就要擔心這件事 不過不要緊 總之來說 如果它現在回下來 就看 你最重要看著哪個位置 8月12日這個低位 202.6 202.6 這個就是短線之前 202.6 跌穿的話 短線的話 就轉燈 就是轉了做紅燈 否則的話 繼續持有 這些因為它都反覆上升格局 沒有入到行之成分股 都繼續升 市場預期的業績好 現在害怕就是害怕 好消息出貨 或者有些政治因素影響到 如果不是的話都是反覆向好 另外一個就是短期就是急升 已經升了兩成 業績之後就是這個京東 京東就今天就升2.8% 收報287.6 這些歷史高位 其實它業績公佈幾天 就慢慢地衝上去 也是做得比較好 所以這個另外一個焦點板塊 就是這個科網大家都明白 這個也是很熱門的焦點板塊 今天就是浩島就爆上去 浩島其實這陣子落在高位 剛才看過圖 也是值得關注、留意的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就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